欢迎来到新闻bunking商 这一季一度 就是期待这位老师到我们现场 然后指点明金 上次说他在我们股市 跌到12000点以下的时候 说过一句话说 13400绝对是目标价 扑医生真的13400就给他过了 而且他说还预估就是 大概就是11月底12月初的时候 13400一定看得到 铁口直断 当然没想到就这样一口气 11月暴涨了千点以上 13400绝对过 他是我们关键老师 我们荣重欢迎 天安信达投资顾问 林友明林老师来到我们现场 好杰明各位听众各位观众 大家好 林老师今天要带给我们什么好东西 我今天讲几个部分 第一个大概指数还有多少上涨的空间 然后第二个的话 现在开始要选股了 选股分两个 一个是价值型的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开始要去准备 明年第一季的做梦股 第三的话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延续上次的话题 就是我们跟各位报告的艺术品的投资 但是艺术品大家不要把它想象成说 要很多很多的资金才能够投入 其实小资族也可以慢慢的从艺术品里面 慢慢的赚到第一桶金 是 友明老师预告我们第二集的内容 这是所有的小资族要把耳朵靠过来 因为很多人做股票还是会担心 总是希望一个比较稳健的投资 就突然在床角的一方藏着什么样的宝物 过了几个晚上睡梦醒的时候 发现自己财产大幅的增加 所以我们下一集会讨论的就是牛年做梦股 跟艺术品的投资 应做的功课 在下一集的时候 我们刚才友明老师先预告了 好那回到这个我们现在第一个主轴 刚才说价值股好像表现不错 其实大家都注意电子股 在这边有注意到 其实像台达 应该是说像台硕化 台化台硕 尤其让我印象是台达化 以前根本就是 就是八块九块股票 现在可以涨到三十几块 那根本就说了长荣 万海 大家看到就觉得 真是恐怖 那最近营建股也开始有些动作了 所以我们先从 这次的季报里面的价值股来谈起 那这个价值股这部分 有没有是有什么样的看法 好那杰明我这边插一个话 就是说在介绍股票之前 先给各位一个指数的规划 因为每一个月来的时候 都会跟各位报告一下 对行情的看法 我想大方向先给各位理定一下 因为现在的时间点 大概是12月初 所以原则上的话 因为12月底会有两件大事 第一个当然就是集团跟法人做账 但是同一个时间点 那个地方也是美国的纾困案 是在这个地方到齐了 所以接下来的话 会不会有新的刺激方案 大家也都在观察 所以一个是变数 一个是利多 那相交集之下 那现在的一个台北股市 就像刚刚杰明所说的 但是指数的 是佑明老师讲的 我们跟进而已 没有 其实还有空间 还有空间 因为上次跟各位讲 13400 对不对 那现在我跟各位来报告 我有做笔记 对我们稍微来算一下时间 就是说 这个股市如果要game over 至少是短线的休息的话 一定要大部分的利多都利多实现 利多实现才会部分的利多出进 那利多什么时候会实现呢 我们来算一下 现在这个疫情基本上就是在涨疫苗 也就是说后面这个病有药医了 所以疫苗当推出来的时候 大家心安 可是当大家心安的时候 通常都是股市的高点 好 所以这时候我们来算一下疫苗推出的时间 第一个辉瑞 如果透过美国的紧急授权法案的话 大概会在12月10号会推出 然后再来的话你可以去看到Moderna 就是美国的Moderna 那这个大概在12月17 这两个的差别就是辉瑞要冷藏 这个零下70度 它的冷电技术 但是Moderna只要零下20度 好 那这时候最后一个利多是什么呢 就牛津 牛津大学研发出来的 它只要冷藏就好了 对 冰箱就可以了 冰箱就可以了 那它是什么时候可能会推出呢 12月20 所以算一算的话 最后的一个利多应该落在12月20 好 这第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呢 你想哦 如果12月月底的时候 有一个纾困案的变数 那大家会提早在这个地方释出的话 很可能12月20 正好也是集团作涨的高峰 所以现在你看到很多价值股啊 或集团股的高点不会落在月底 12月底 它应该会落在12月20 那最后呢 12月20那一个礼拜 正好是这一波上涨 12480上涨的第8个礼拜 所以我们不管怎么算的话 12月20那个礼拜都比较危险 好 那指数的空间大概会到哪里呢 以目前来看的话 我觉得 12月初就会挑战1万4 万4就会过 那按照之前的相形往上移的话 12月初哦 12月初就会过1万4了 公布那个上个月的营收报告的时候 可能会让大家觉得 哇这数字很好 直接给你冲破1万4 因为第一个淡季不淡嘛 第二感恩节的销售 其实现在大家都已经憋得很紧啊 所以美国的感恩节销售 黑色星期五 一直到耶诞节这段时间的买器 会相对比较旺 再加上中国的1111之后的一个线账的部分 他也开始要结账了 所以这些东西全部加起来的话 12月初会过1万4 如果以台湾股市 就跟随着国际股市联动 那高点应该会落在哪里呢 14466 14466 14466 你就简单算了 1万4500 就1万4500 所以到那里的话 1466 4466 4466 我不太会再敢看好 但是这个不太会太敢看好 是短线 也就是说 明年的圆月效应 会提早到12月左右 因为第一个 明年圆月的时候 拜登就要选上了 那拜登就要就职了 那就职之前会有很多的变数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过年之前的长假 第三 很多的事情都提早涨 都是在涨资金 那基本面没有完全跟上的情况之下 圆月的效应会提早在12月发酵 然后圆月会跌 那跌到什么时候呢 跌到农历过年前 那个时候 如果我们有来上 前面的节目的时候 再跟各位来做报告 原则上会跌到农历过年前 然后之后再来涨农历过年后 所以大家我就做一个简单的结论 就是说这个行情 基本上应该涨到12月20 那目标区可以上移到14500 下来的时候就建议大家先撤出 撤出完了之后农历过年前在进场 然后来拼一波农历过年之后 第一季的做梦行情 所以今年没有圆月小行情了 提早在12月过了 12月就是这11月12月把它过完了 对啊 你不觉得现在这个时候 基本面没有那么的强 但是就已经长成这样了 觉得坦白讲11月的行情 有点像是圆月的行情 还比较像圆月的行情 因为小股乱飞 巡谋乱舞 然后什么股票都涨了 但是当然他有一些股票刚刚现行 才刚刚做一个完整的布局 我记得我们在上次请到有名老师来的时候 正好就是美国选举 差不多在交组的时候 那时候台股有些修正 因为大家担心选举前一个修正 那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 因为听完有名老师话之后 我决定了 对对 我决定了 那时候大买 我把我剩下的钱全部 我其实在之前 我跟你上完节目的时候 那时候股票还在相对高点 我就先出了一些 对 然后在选举的时候 果不起来真的有些修正 但我也不知道会修正到什么时候 反正我们就抓日期 就是美国选 选举那钱大跌 我就把剩下的钱全部进场买 但是说真的 绩效没有像股票的行情那么好 坦白 我最好的报酬率 这一波也 就是那个时候点进去 到现在也不过是6.7% 基金算很多了 是 因为可是美国股市涨10% 好了 那我算我贪婪好了 然后最惨的 大概是涨了2.8% 这个跟上次就完全不一样 上次是湾基金进场 那时候我进去的时候 那个有最高报酬率6成 当然那个是抓了半年的时间 我也期待 不过看起来就是 跟杰明之前所谈的 就是大概 这次公布营收的时候 如果有什么好的投资机会 我们就要保守了 因为可能是站在卖方了 对 然后现阶段的话 当然一直到12月20 这还有一段空间 所以我们先来谈价值型的东西 那刚刚有念到很多 比如说硕化类股 对不对 对那因为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说这一波的景气循环 从封城开始 塑化的需求 包含就是很多的基础工业的部分都停工 那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都不太会去出货 那现在的话 其实也没有真正到农耕 或者是到很多的这个明年 真的用量最多的时候 可是市场是在做一个反弹 那在做这个反弹的时候 大家就是在预期后面 会有好的封城之后的一个解禁的一个动作 所以提早做 所以塑化的报价就上去 那最近其实报价最凶的有两样 第一个部分就是航运 那航运它当然就是因为运费 大家都怕说明年开始 如果说一旦你不去抢 类似像这个电子的晶元代工一样 你不去抢晶元代工的话 你以后排不上队 你现在不去排那个长期货运的那个货柜的话 你等到明年大家都没事 疫苗都出来的时候 你又要跟人家签高约 所以签比较贵的合约 所以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运价都涨 那最近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在涨 就是铜 铜 铜真的涨得有够凶 涨了7年来的一个新高 那我们还是回归到价值型的投资 因为最近跟铜相关的股票 比如说第一铜 这些东西都已经在涨 铜波基板 铜波基板在涨 但是大家回过头来去看几个价值型 长时间很稳定的叫电线电缆 那电线电缆这一块很少人在提 当然我们比较知道的一般都是像滑星 对不对 我会比较建议大家看一档1609的大雅 大雅 对 看大雅 为什么呢 第一个 它的毛利率之前被压缩的太凶 那现在的话 根据我们的调查 其他的库存的铜 库存的一个部分的量是够的 因为之前都没有人要 所以它就存了很多 做明年的电电缆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 它现在库存的部分 就有所谓的涨价题材 对 就是这个部分 那再来的话 铜的用量在明年 不管是铜波基板也好 或者是海底电缆 或者是什么 都还会带动铜价再继续涨 所以我觉得对它来讲的话 这一块OK 那它本来就是属于价值型的 股价也没什么涨到 所以这一波 大家如果可以留意的话 我想提到很多的涨价概念股 那我觉得电线电缆里面的大雅 大家可以去投资 对 你很好奇 为什么库存会跟我们有关系 因为会计准则已经改变了 会计准则必须把未实现亏损 跟未实现利益 必须在你的财报忠实的揭入 特别在每年季报 所以也就是说 它也要重新去计算 它现在库存的糖是溢价还是跌价 如果跌价 就会在资产上面就要认列 好那我们说是预估 但是这就会反映在你的财产上面 就是你的财报上面 就会你这个已经认列了 这些未实现的利益 那当然对于股票市场来说 你就充满了一些期待 不过我比较好奇想问一下 有没有老师 你在资本上那么久 这波航运股的行情 跟这波硕化股的行情 像台大化从7块钱一路涨到30几块 我觉得你是多久 多久以来看到这样的行情 那铜的价格还会继续往上走高 铜的价格还会再上涨 如果你跟航运的运价相比的话 铜算是被低估的 因为这几年的话 铜的需求其实比铁多 因为第一个部分建设没有那么大 但是未来有两个东西 我觉得铜跟铁会一起涨 那为什么铁会涨呢 因为主要是汽车的用量开始增加 所以钢铁股的部分 汽车都变电动车了 对那钢铁股的用量会增加 所以铜价我想的话 这一波各位可以去看那个前一波的金价 它从1500涨到了1800 对不对 它1900 它中间其实没什么停过 那它中间的时间是3.5个月 所以换言之的话 铜到现在才涨了一个月 对 所以它还有机会 如果按照这一波 那你去想 这一波的比特币涨多久 这会比特币涨一个半月到两个月 所以也就是说再怎么烂的话 那种原物料在上涨 或者是你去看到一个跌到谷底的东西 起码基本上都是两个月起跳 那现在铜都还有空间 钢铁也还有空间 我想这两个东西可能会比塑化股 比航运股在未来的投资角度更多 因为塑化跟航运已经先起涨了 那刚刚杰明在问 多久没有看到这样的行情 如果以塑化来讲的话 大概差不多是7年 以航运来讲的话是5年 也就是2015年之前航运有高峰 那现在是2020 那塑化的话更久 2012年的时候 随着原物料的金价来到最高点的时候 那这个塑化的次高点出来 塑化的第一高点是在2008年 所以到了7年大底 对就是北京奥运的时候 那个时候塑化最高峰 2012年金价创新高的时候 塑化第二高峰次高峰 那之后就一直在打底了 那现在应该算是7年来比较大的一个循环 那这些东西都已经动过了 所以包含铜包含钢包含这个我刚刚所跟各位报告的 我觉得这一些可能的机会会比较大一点 好所以他这边帮我们整理一件事 就是铜价创新年新高有库存涨价题材 毛利提升的就是大雅了 那我们还有其他公司一定要好来聊聊 因为我们老师是准备了细细准备一份资料 这个要好好跟大家一起来谈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永明老师 那上次永明老师有谈到一些方向 就还记得吧 我们第一次找他的时候讲的是特斯拉 有没有印象 那时候特斯拉的股价在他来的时候 才差不多300块钱而已 现在已经是500块钱 这两天又往上走高 那时候就提到一定要注意到特斯拉的概念股 像特斯拉概念股真的是最厉害就是童子 那个真的是凶猛到不行 好那胡联好像最近在动了 可是我们今天不谈电动车 sorry你想骑在电动车 我们上集你要自己去看 好来看我们的这个永明老师 在我们上节目他有详细的报告 好不过我们还是要谈的事情 就是季报因为刚刚结束 那季报大家都没在讨论 其实季报是一年当中最检释一家公司 有没有一些人是预期 他比我们预期来的好 但股价却没动 那我们说这个财报就是实力 就是我们的实力 到底这实力展现在什么地方 我们行休捆结 但记得听我们永明老师来讨论 到底这次季报有哪些是遗珠之憾呢 好我们行休捆结 但记得来 欢迎来新闻报警商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天安信达 投资顾问李永明老师 他是算是非常厉害的一位分析师 那我印象很深刻是 我之前刚做股票的时候 都喜欢看投顾老师的那个电视节目 那时候还没有分析师 分析师知道还不一定要 就是当投顾老师还不一定要分析师 知道那个年代 那已经很久远了 然后我印象这个老师都会在 某个特定的时间介绍传产股 然后我们就进去买一买果然套牢 后来我就 看看时间就提醒自己一件事 传产的作战行情不是到12月底 其实12月5号就已经差不多 就应该到期了 然后这些投顾老师都在 因为上涨他们就讲多嘛 所以他们就在12月5号到12月20号 这段讲传产的作战行情 那我印象很深刻 那时候买是那个统一 然后一买下去有恭喜自己 然后一路跌 修正到6月份才开始起涨 所以那让我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所以一定要记得作战行情 大概就是在12月中旬 中旬 对你不要 最晚脱不过12月20 那时候如果很多投顾老师 一直建议你要买这些 作战行情股票的时候 那时候请你梦已醒 但是我们知道季报还是很重要 所以有名老师 你今天带来一些礼物 跟我们的听友来做分享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介绍一个产业 那这个产业跟季报有关 跟电动车有关 叫做被动元件 这个最近很活 对那但是他股价没有大涨 第一个你要把被动元件 当成一个循环性的产业 所以他其实跟铜 跟航运 跟铁 跟塑化 其他有异曲同工 但是所不同的部分的话 就是说因为现在的 被动元件的用途开始变广 尤其是电动车 车载电子现在变多 所以以前传统的车子 他可能需要的这个被动元件 比如说是R-chip的部分 或者是你看到晶片电子的部分 我举个例子来讲 很可能差不多就是1000个单位 那现在以电动车来讲 各位你知道要多少吗 成长20倍 大概是要2万个单位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 现在被动元件的用途变广 那被动元件最近 你去看到之前 因为一直都有库存堆积的压力 就是封城什么的 但是其实Notebook也在用 你看到很多东西也在用 可是真正最大宗那一块的话 是用在哪里 不是用在PC 真正被动元件最大宗 是用在车子 那车子从什么时候开始好 从第三季开始好 所以第三季开始好的情况之下 现在开始慢慢的加温 而且各家的车厂在年底到明年初 开始要去推所谓电动车的时候 这个被动元件的机会就起来 那最近好死不死 正好又有一家公司 叫华兴科 那他的大麻厂正好有员工揽艺 原先本来就在酝酿涨价的 晶片电子 现在就开始缺 那一缺了之后呢 晶片电子的用量开始 就开始要booking 就是开始一定要overbooking的部分 好 那国内有几家在做晶片电子 第一个当然就是最龙头的国具 好 那国具另外有收购一家公司 叫大义 对不对 对 然后还有部分的 比如说像这个MLCC里面的 这个和生堂 但是MLCC的用量 跟这一次的题材 比较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这 大义是2478的大义 2478的大义 不是大义提威西那个大义 对对对 不是做那个车的万把的大义 车灯的大义 不是 是2478的大义 2478的大义 那这家公司其实是跟国具 等于说是共同持股 那国具持有它 好 那原则上因为国具贵了 国具现在是几百块的股票 可是大义是多少钱 大义只有70几块 对 对好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就股本的角度来讲 国具的股本也大了 好 那市场上一定会有 比如说投信啊 外资啊 他会去锁定国具来操作 可是一般的投资朋友 或者是你去看到业内的 所谓业内的话 就包含投股 包含觉得你看到的自营商 包含你看到的什么 券商里面的那些 从业人员 他们会想买大义 对 因为大义的股本比较小 对 比较这个比较 比较活泼 对比较活泼 所以在这个族群的话 我会请大家锁定 那这个族群就 第一个 它的十月营收非常不错 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 你可以去看到国具也好 大义也好 其他的获利真的不错 那如果说以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算大义的前三季 就已经赚了4.33 他现在的股价是70块啊 70多一点 然后呢 你去看到他的这个前三季 是4.33 假设他第四季都不赚钱好了 那他的股价去除以前三季的 EPS算出来是17.8倍 是我刚刚列出一张 这个所谓的季报遗嘱股里面最低的 所以也就是说 我觉得大家如果在要拼 12月20号以前的行情的话 除了传产股 我们刚刚跟各位来讲 电线电缆以外 我觉得被动眼见这一块是大家可以考虑 那如果你觉得国具的价钱比较贵的话 那你可以回过头来去看什么 去看大义 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因为最近另外有一档股叫2428的新奇 我不是叫大家去买 可是他的一个波段已经涨了好几 超过一倍以上 对 所以这种轻薄短小的股票在动的情况之下的话 我觉得题材跟他最相近的 其实应该是国具跟大义 所以心情没有赚到人 可能可以稍微考虑一下 像是大义这样的股票 他背后的故事比较重要 他其实我们认为投资最重要的是 故事背后反映的一个机会 因为实验关系 他很多季报遗嘱 快看有没有机会再跟大家做报告 那先谢谢有名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等会